施罗德和瓦格纳兄弟领先 今年的德国男篮将会是世界杯上最强的队伍之一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首发五虎 第一,控球后卫 德国队的首发控球后卫是来自于猛龙队的丹尼斯·施罗德 别看施罗德在NBA只是一个替补球员 但在国际赛场上,施罗德可是一个大杀气 在去年的欧锦赛和试一赛上面 施罗德率领德国男篮 接连暴冷击败了自姆哥率领的希腊男篮 以及东七七率领的斯洛文尼亚男篮 并且帮助德国队拿下了欧锦赛的铜牌 场均可以砍下20.2分和8.6个助攻 成功入选了欧锦赛第一阵容 因为他极其出色的表现 在去年被火箭裁掉的施罗德 才能重新回到NBA打球 今年夏天猛龙队一 两年2600万美元的合同签下了施罗德 德国队能否在世界杯上打出成绩 施罗德的发挥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第二,得分后卫 德国队的首发得分后卫 是前猛龙队的依萨克 邦加,这个可能是德国队最薄弱的一环 邦加是2018年的39号秀 当时被胡人队选中之后 他场均只能拿到0.9分 只打了一个赛季 就被交易到了器材 邦加一共在联盟里打了4个赛季 但是他最高一个赛季场均才5分 实在是难堪大任 去年在合同到期之后 邦加就选择加入了慕尼黑篮球俱乐部缺点方面 邦加的身高有2米03 但作为一名后卫球员 他的技术非常的粗糙 完全是靠着他的身体素质在打球 并且他的投射极不稳定 唯一的优势就是他的防守 邦加身高必长 而且对抗能力也不算弱 可以从一防到四号位 第三,小前锋 德国队的首发小前锋 是来自于魔术队的弗朗茨 瓦格纳 小瓦格纳虽然现在只是一个二年级的新秀 但他如今已经是魔术队的核心之一 小瓦格纳上赛季场均可以得到 是8.6分4.1篮板和3.5助攻 得分能力极其出色 而且他的身高有2米08 在封建球员里属于非常高大的类型 小瓦格纳的持球能力非常强 他并不是那种纯射手类型的球员 小瓦格纳可以自己创造得分机会 而且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也很强 他在外线基本上很难有人能够防住他 并且他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 在内线强制一些矮个封线缺点方面 小瓦格纳的脚步横移速度比较慢和力量较差 无法去换防一些速度极快的后卫 以及那些高大的内线球员 但他的实力目前是仅次于施罗德的第二人 可以说小瓦格纳就是德国队未来的领袖 第四大前锋 德国队的首发大前锋 是来自于独行侠的马克西 克勒贝尔 克勒贝尔是一名空间型的大前锋 上赛季他在独行侠场均可以得到 5.9分3.7篮板和1.4助攻 克勒贝尔的得分能力十分有限 他在NBA几乎所有得分手段 全部都是外线定点3分 他的三分球出手占比达到了70%以上 如果单论三分球来说的话 克勒贝尔是一个合格的空间点 但是想让他做挡拆以及掩护的话 那么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球员 缺点方面 克勒贝尔的防守能力并不出色 他的单防能力和协防能力还可以 但他的互况水平完全就是一团糟 基本上等于0 但德国队基本上并不需要他互况 而且国际赛场上没有防守3秒 克勒贝尔也不至于成为防守漏洞 第五 首发中锋 德国队的首发中锋 是来自于魔术队的莫里斯 瓦格纳 大瓦格纳是胡人就将 虽然大瓦格纳比他弟弟的天赋差了很多 但在被交易到魔术之后 如今大瓦格纳基本上 已经进入了球队的轮换阵容 上赛季 瓦格纳代表魔术出战了57场比赛 场均可以得到 10.5分 4.5篮板 和1.5助攻 实力基本上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替补了 而且 瓦格纳还有一手三分球技术 虽然命中率只有31.3% 但对手也不能完全放他不管 瓦格纳还是属于一名比较不错的空间点 缺点方面 瓦格纳的横移速度非常缓慢 这让他的护框优势荡然无存 而且他还很容易被后卫点名 但在国际赛场上 由于没有防守三秒 瓦格纳并不需要出三秒去 这将会对他的防守能力带来不小的提升 除此之外 德国队的替补席 还有尼克斯的哈尔滕斯泰因 以及步行者的丹尼尔泰斯 不管是阵容深度还是实力 都可以说是极其恐怖 就算拿不到奖牌 我想进的前五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